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第二場的講者是王大環老師 他之前已經講過 在我們前兩次的科學沙龍已經講過兩次 今天是他這一系列演講的第三次 題目大家已經看到了 我們現在就開始 OK 大家好 其實這個題目 我十多年前就寫過一篇專欄 我想寫這個故事 應該是二十多年前的一個動機 我那時候開始做一點點醫學史的 我不敢說是研究 我只是做一些科學史的閱讀 醫學史的閱讀 然後我碰到一些醫學史的專家 跟我討論這一個問題 而且非常認真的 所以我那時候就對這個問題開始注意了 那我就簡單的把我大概的想法跟大家報告一下好了 華頭是一個真實存在的人 他不是一個神話中的人物 他也不是傳說中的人物 他是 但是紮紮紮實實實 有紮紮實實的始料之時 這個人的確 因為生存過 世界上曾經有過這麼一個人 毫無疑問的 那他是東漢末年的人 那我希望大家一聽到東漢末年 你立刻的自然而然的 莫名其妙的 就會想到 這是三國演義的事的 據說他的生存年代是這個 當然這生存年代不是那麼清楚 那大概是這樣 西元二世紀的一個人 那我特別注意西元二世紀 理由很簡單 那就是無論是西方的醫學 還是我們東方的醫學 基本上都在西元二世紀出現了主要的突破 在東方就是東漢末年 起碼有兩個人 對後世是有影響的 而且有重大的影響 那一個就是張仲錦 他的金貴要略被認為 張仲錦被認為是醫聖 中國的醫聖 那第二個就是華陀 所以華陀跟張仲錦 他們代表的是把中國古代的醫學 等於是集大成 然後整理出一個系統來 下開以後的2000年的醫學傳統 那在西方基本上也是一樣 出現了一位希臘的醫師 西元二世紀 西元二世紀是羅馬帝國時代 可是有一位希臘的醫師 叫做Galen 那他也在西方的醫學史上 也扮演這個角色 那這個 他的理論還有他的著作 影響力一直到 將近到18世紀 好 華陀實實在在有這一個人物 那中國的正史 其中兩部四史都有他的傳 一個後漢書一個三國志 那當然後漢書基本上是東漢的傳 大家都應該知道的 那這兩部正史 這兩部正史 也是中國私家駐史最後的兩部 後漢書三國志 這兩部正史的這個作者 差不多三祖年代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大家要知道 所以你只要看這個作者的 那三祖年代你就知道 就史料的價值而言 那三國志是比較原始的 是比較可靠的 那不過你仔細看 那這兩部正史裡邊的華陀傳 基本上很清楚的 這個後漢書的華陀傳 基本上是超三國志的 我想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 OK 那我們來看看三國志 三國志裡邊 在方济傳 等一下我會談我 為什麼要特別強調這一點 三國志的方济傳裡邊 講華陀 那基本上一大堆字 你譬如說這張slide 就違反我的原則 基本上我希望我的slide 不要一次就出現一大堆字 所以我指導大家看看 怎麼讀這麼一大堆字 就是關於華陀這一個人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人 那這寫得非常的精簡 那大家第一個要註的是 它有養生素 養性就是養生 OK 這是假戒字 所以中國古代是性跟生是不分的 養性之素有養生素 它懂得怎麼樣的養生 保健身體 OK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個 精方藥 精通藥理 他知道要是什麼病 要吃什麼樣子的藥 這是第二個重點 那第三個重點 就是 這個 第三個重點就是酒 以及針 精通針酒 OK 所以它是一個醫師 然後你看看 最重要在這裡 病若結肌在內 剛才王老師已經講過了 那是內科 OK 病若結肌在內 真藥所不及 真酒跟藥物都不能抵達 你就必須 你就必須 哭歌 哎呀 你們的電腦跟我的電腦不配 好 那就不管了 你必須要用刀割的方式來治療 好 怎麼樣做 第一個 下麻沸散 使這一個人 醉死無所知 OK 然後 斷腸兼洗 逢腹膜膜膜 OK 這是三國字裡面的記載 OK 那 然後 三國字裡面講了一則 一個醫案 就是他的一個病例 一個病人 他就說 有一個士大夫身體不好 那華陀就對他說 你的病非常的重 應當破腹去 所以你生了一種非常深的內科疾病 OK 這叫做內科 這不是外科 剛才王老師講很清楚了 不過 挺清楚了 你的壽命也不過才十多年 別吃了 OK 病不會把你給殺死 所以你就算了 反正你過了十年以後就死了 OK 看開一點 這個 換句話說就是你有病 沒錯 可是你這個病可以不要治的 因為你反正你只剩下十年好活了 我就把你治好 你也十年以後你就死了 OK 所以 一點都不錯了 那這一個人不耐痛癢 避欲除之 所以華陀就為他動了手術 可是十年以後還是死了 禁不是禁然 禁是中語 這是中文 OK 好 看一看 看看 這是中文 絕技 不是現代漢文 是古漢文 絕技 一點都不錯 就是他的絕技就是像這一類的 OK 然後更重要在這裡 他本來是讀書人 可是很明顯 很明顯 因此沒有謀生能力 所以他只好 只好去當醫生 可是他對於自己選擇的這個職業很不滿意 因為這很簡單 各位要清楚 所以現在考上醫學院就不得了了 自然有人來說沒做沒的 有一堆嫁妝的 那這是純粹的二十世紀的事情 也是日本人照著念 OK 在二十世紀之前 醫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工作 很多人是不願意當醫生的 OK 我記得在美國南門戰爭的時候 我聽到一個故事 是美國南門戰爭時候的事情 有一個人說他要去當醫生 他的叔叔一聽 誒 幹嘛要當醫生 這天底下那麼多事 什麼事不好做 去當醫生 你聽懂這意思沒有 這是二十世紀以前對醫生的觀念 所以你看 這個華頭對自己當醫生 對自己的醫術 其實是 並不是很滿意的 所以 他名列方济傳 他不是名列如靈傳 中國文人 中國文人基本上希望的就是 起碼也應該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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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儒生 是一個文人 OK 不願意被視為方济中的人士 好 這是三國志 那 我們看後悍書 基本上完全超三國志 他沒什麼了不起的 重要的這個新的資料 了不起就加了一個 他到了百歲有有壯容 就是他到了一百歲 看起來像年輕人一樣 食言以為先 這個是新的 OK 那其實很有 這個理由很簡單 中國道教大概就是在 在魏晋南北朝 就是修煉成仙之類的東西 大概就是魏晋南北朝的時候 OK 所以到了 寫後患書的時候 就把這個東西寫進去了 然後呢 精於方藥 針灸 完全一樣 然後 若急發 劫於內 這是內科 針藥不能急 就浮麻沸散 然後 若在胃腸 斷劫兼洗 除去疾碎 其實沒有增加任何新的資料 這個跟三國治記載的是完全一樣的 OK 那 無論後患書還是三國治都記載了 華陀事實上是有養生素的 那它的養生素其實 我們今天看起來是完全合理的 那 所謂的導引到底是什麼意思 導引不見得是煉氣 千萬要注意 你看看他怎麼想的 就是 吳朴是他的學生 就是他有兩個學生 一個叫吳朴 一個叫梵阿 那個吳朴呢 按照華陀教給他的方法來治病 所以那個治病 所以醫術都很高明 OK 然後他說了 華陀說 人體欲得勞動 但不當使吉爾 人要動 可是不要過分 動搖骨氣得消 等一下我會講 動搖骨氣 就是你吃下去的營養可以吸收 可以消化 然後血脈流通 這有道理的 病不得生 由護疏不朽 身體動 就好像那個門的那個腳链 不會這個 這個固結 所以動諸關節 你現在懂得這個 非常有道理的 非常有道理的 所以他的學生 按照他的指示 這個這樣子的實行 可以活到九十多歲 而且耳目聰明 不容易啊 這叫活得老要活得好 OK 好 我們來看 大家所知道的華陀 基本上都是來自三國演義 那我們都知道三國演義 基本上是超三國字的 那這個三國演義超三國字有道理 因為三國字 不僅僅是這個它有本文 它還有著文 裴松茲做著著著 收了一大堆的這個奇文意識 所以基本上三國演義就是利用三國字 弄得很好 可是他就是發明了一個故事 三國演義跟三國 這個三國字跟後患書完全沒有的 是三國演義發明的 那就是第七十五回 官員長刮骨療毒 OK 那我相信大家都已經知道了 那細節我就不多說了 我要說的是 那這裡邊有一首詩 就是專門談刮骨療毒這件事情 治病虛分內外科 世間妙義苦無多 神為罕疾 罕疾為官將 聖守能依說華陀 可是真正的問題出在哪裡 真正的問題就是說 這一回把華陀給請出來 到底主角是誰 你仔細看你就會發現 真正的主角其實是嗎 官雲長嘛 OK 因為真正想說的是這件事嘛 你假如看過那則故事的話 你就知道它是利用華陀 來推崇關公的賢勇 OK 那這則故事是毫無道理的 我覺得這則故事比起 比起三國志以及後漢書裡面的記載 並沒有什麼高面的地方 唯一的目的就是在凸顯 關公的賢勇 如此而已 那所以我們要回頭看 那在三國志跟後漢書裡面 說強調的 這個斷腸奸洗 這一則故事 到底是怎麼回事 它是有來歷的 那它的來歷 《史記仓公扁缺略傳》 OK 尚古之寺有一個神醫 這個神醫叫做于甫 治病不以藥 不用藥來治病 它怎麼治病呢 割皮解肌 肩腕腸胃 受敵五臟 這是內臟的臟 真正的故事 故事的來源是這裡 那細節我們就不要多說了 OK 而且是上古的神醫 換句話說當時已經不存在了 因為他是在講扁鶴的故事 扁鶴是戰國時代的人 在講扁鶴的故事的時候 說了這一則 就引用于甫的事蹟 那關於上古有這麼一個神醫 這一件事情 其實《史記》並不是孤正 還有其他的證據支持 也就是說在司馬前寫《史記》的時候 其實這個故事流傳得相當廣的 譬如說 它可以跟扁鶴相比 扁鶴已經從戰國時代就傳是神醫了 OK 淮南寺 漢武帝是 大概是漢武帝之後 完成的一個著作 淮南寺就已經有記載這一個人了 然後這一個故事是《炎鐵論》 《炎鐵論》也是在武昭宣時代的一部著作 基本上都是西漢的著作 所以這個漁府 大家都知道它是上古時代的神醫 它有這一種神技 就是能夠用今天的角度來說 所謂的做開腹手術 OK 那斷腸奸洗 真正的問題是什麼 它當然是神話 這毫無疑問的是神話 一直到今天 你仍然可以看到 特別是中國大陸的作品 還會看到有人說 中國在那麼早的時候 就已經有那麼高的 這個外科手術的技巧了等等 blah blah 講那些屁話 那它是神話 是毫無疑問的 可是我要提醒大家 即使是神話 它也是有功能的 神話跟故事 都是重要的記憶的工具 千萬要注意 每一個社會都有神話 每一個社會自古就流傳的 各式各樣的故事 是有道理的 它其實是一種記憶的工具 OK 那記憶是什麼東西呢 傳遞宇宙觀 知識 記憶等等之類的 神話是有功能的 千萬不要以為神話荒誕不驚 那它就是沒有功能的 錯了 神話有客觀的 具體的 社會的 文化的 歷史的功能 這是毫無疑問的 OK 那 這一則神話 其實反映的是 中國的醫理 就是中國的醫學理論 包括對於人體的看法 以及對於人 為什麼會生病的看法 這則神話是有道理的 這裡面涉及到的醫理其實很簡單 因為傳統中國的醫理 人吃五穀雜糧哪有不生病的 就這一句話一語道破 你仔細想想看 五穀雜糧全來自土嘛 我們講陰陽五穀 還是不管是希臘人講四穀 我們中國人講五穀 不管是四穀說還是五穀說 關鍵在哪裡 平衡嘛 人吃的食物全來自於土 身體裡面土就會堆積很多嘛 堆積的太多就容易 就造成失衡嘛 就那麼簡單 就人生病 這也就是為什麼 剛才我剛引用華陀的養生素 講的要消骨器 要使你攝取的食物 能夠很好的消化 能夠在身體裡面很好的流轉 目的在於 不要堆積了太多的土 這裡面涉及到的這種觀念 就是說其實說穿了英文不止 所以身體裡面累積了過多的土 所以病就在牆子裡 所以你要想辦法 你假如用其他的方式沒有辦法疏通的話 你最後的絕招 最後的絕招就是動手術 這叫做絕招 絕易 絕招 是同樣的名詞 所以終極手段 就是奸洗腸胃 受敵武藏 這是終極手段 所以你在看這 不管是三國治還是後患書 裡面用的詞 其實是很精確的 它並沒有因為它在講神話 所以就亂講 很精確的 那當然對於這一種記載 其實傳統中國老早記 已經有人公開地批判了 至少我看過的 比較最早的是一千年前 北宋時代 龐安石本人是一個名医 他就講得很清楚 這不是人可以做的 這人是做不到的 可是我真正的意思就在這裡 這個是神話 對於神話你去追究 在現實中有沒有意義 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神話的目的 再說一遍 它是一個記憶的工具 它是有功能的 OK 我們今天所知道的開腹手術 不是我們今天所知道的開腹手術 我從 Let me rephrase 所謂的開腹手術 不管古代實行 還是現代實行 你都必須處理 的問題 就三個 第一個問題就是 你必須要止痛 你要是不能夠止痛的話 你這手術做不下去了 你一刀下去嗎 病人身體就亂動 先不要亂叫 亂叫 亂叫會讓你心神不寧 可是最重要的是 麻煩的是 它亂動 它亂動 你這個刀就麻煩了 OK 所以你動開腹手術 在任何時候 不管古代現代 第一件事情 就要讓它不能動 你必須的時候 可以用把病人打昏的方法 所以第一個 你必須要克服的問題 就是要止痛 那第二個問題 要能夠止血 那第三個問題 你要防止感染 OK 那感染有兩種 所以你要術前防止 你要術後對抗 所以十九世紀中 英國人李斯特發明 這個滅菌手術 這就是術前的防止感染的技術 在事先 手術室手術台 包括手術室的空氣 要先消毒 然後要洗手 這十九世紀中葉 開始出現的外科技術 那術後的對抗 那就麻煩了 手術之後 傷口發生了感染 那真的是很麻煩 那還 在十九世紀 是沒有什麼藥可以治的 只有十九世紀末的阿斯匹林 阿斯匹林有輕微的消炎作用 所以術後的對抗 感染 完全是二十世紀的成就 OK 那這三個問題 指痛 根據三國字或者是後漢書 滑脫麻沸傘 可以很好 我們就承認它 沒有什麼理由 你們隨便懷疑古人嘛 我們又不是周玉寇 對不對 然後 對抗感染 滑脫也有方法 他有神高 OK 所以這兩個問題都解決了 唯一的問題是什麼 唯一的問題是止血 怎麼樣止血 開腹手術你怎麼樣止血 這是天大的問題各位 因為這裡面涉及到的問題是 你想想看你的腹腔 全部都是軟組織 OK 所以體腔內手術的止血 體腔內手術的止血 再說一遍 再說一遍 體腔內的手術不應該叫外殼 體腔內手術的止血 你先決條件 你必須要知道 動脈跟靜脈是不一樣的 各位 洋人 西元二世紀 就已經知道 動脈跟靜脈是不一樣的 Galen 就是希臘的那一位義士 中國人一直都不知道 動脈與靜脈的區別 所以你必須要先知道 動脈跟靜脈有區別的 然後你還要知道 血管的分布跟走向 這就是我們 學人體解剖學的時候 那老師一再地警告的 一定要注意的血管 一定要注意的血管 外科醫師大出血 你知道什麼叫做 外科醫師大出血 不管是胸腔還是腹腔 你一打開 馬上就 第一件事情你要面對的就是出血 你經常碰到血液不斷地往上冒 可是你不知道出血點在哪裡 而且你沒有辦法及時直學 那問題來了 這是很嚴重的事情 而且還有這一種學問 是沒有辦法靠經驗來學的 OK 你根本沒有辦法用實作來學 你想像一下現實的狀況 你刀條一畫下去 它就開始流血了 真正的問題在哪裡面 血液弥漫窗口 會遮蔽你的視野 會遮蔽你的視野 這是沒有辦法靠經驗的 那你必須事先 你事先很了解 所以你知道怎麼樣下刀 你事先的了解 所以你知道 學藝 以什麼方式 什麼速度 流 你大概知道 你要解砸哪一個血管 所以這完全要靠 事先系統的知識 不是靠你嗎 提著刀 上戰場 邊做邊學 沒有的事 那體腔內的手術 還有其他的風險 你千萬不要相信 刀割就可以了 外科手術不是那麼簡單的 OK 你這裡面涉及到的問題是 你割你要怎麼割 肌肉 那不是你隨便選擇的 那都是理性的計算 什麼部位要從哪裡下刀 所以光肌肉本身就是一個問題 還有更麻煩的問題 到了內臟的話 有各式各樣的韌帶 你的內臟 由各式各樣的韌帶來固定 大腸小腸 你看他的走向 看解剖圖上的走向 是這個樣子 那你以為他天生就是那樣嗎 有許多的韌帶來固定他們的位置 不能用刀亂切的 更麻煩的是神經 在很多情況之下 神經 肌腱是沒有辦法區別的 甚至神經 肌腱血管 在很多情況之下是你不要辦法區分的 所以什麼東西可以切 什麼東西不可以切 都必須事先有系統的知識 這也不是說是靠臨時的實作 你就可以學習的 所以人體解剖學的臨床價值 要靠這一些知識 這就是雞根蛋的問題了 有了止痛技術之後 人體解剖學才能夠發揮臨床的價值 OK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西方人 人體解剖學在16世紀 就已經相對來說 獨步全世界了 可是他們的外科手術根本就沒有進步 外科手術的真正進步要到19世紀 真正原因在這裡 但是 即使我剛剛所說的那些問題 你全部都解決了 你知道身體裡面 肌肉的系統 韌帶 血管 神經的系統 你都知道那些 你完全知道了 動手術並不是立刻就可以成功的 你還要解決其他的問題 生理的問題 生理的問題 跟人體構造的問題不一樣 不一樣在哪裡 人體構造是眼睛的學問 你可以用看的 你可以用肉眼 可是生理的問題 你沒有辦法用你的肉眼 別的不要講 血型呢 書寫的技術 還有什麼時候應該書寫 什麼時候應該書體液 然後有的時候 你希望在你動手術的時候 血液的流動不受任何的影響 這些都是生理問題 這些問題要全部解決 很困難的 這也就是為什麼真正的大手術 我們聽到的各式各樣神奇的外科手術 全部都是二十世紀的產物 真正的原因在這裡 OK 再會講一個藍寶寶的故事 那我喜歡這個故事有很多原因了 第一個故事就是 藍寶寶 Blue baby 那是直譯 我非常喜歡這兩個英文字 因為Blue baby 事實上是有典故的 什麼意思呢 這裡面涉及到問題就是 英文裡面有一句話 Her blood is blue My fair lady 裡面的一句很棒的台詞 My blood is blue His blood is blue Her blood is blue 什麼意思 意思就是說 她出生於皇家 血液是藍的 意思就是說 血統是尊貴的 可是藍寶寶 Blue baby 卻是很悲慘的一些人 他們全身看起來 皮膚就是鐵灰色青色 真正的原因就是 你就用動脈血來想好了 他全身的血液 在他身體裡面循環的血 大部分仍然是静脈血 真正的問題就是 這些人有先天性心脏病 先天性心脏病 很複雜 我就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講 我們都知道 這是我們小學學的 我們用幼心事 所得到的血液 來自肺靜脈 那是充氧的血 所以進入幼心事以後 那充氧的血 對不起 我剛剛說錯了 幼心事 它的血液 幼心事 它是收集到的是靜脈血 然後幼心事把所有的靜脈血 透過肺動脈 打到肺臟裡面去 交換氣體 這是我們小學學的 然後我們的左心事 是從肺靜脈 接收充氧的血 就是鮮紅的血 打進主動脈 然後主動脈再散發到全身 可是藍寶寶 他們有先天性心脏病 什麼意思呢 用最簡單的方法來說 那就是 它的右心事跟左心事之間 它那個隔膜缺損 所以它的血液 會從右心事 進入左心事 所以右心事的血是缺氧血 也就是靜脈血 那這些血 進入左心事 透過主動脈 進入全身 所以這一些血 都是缺氧的血 缺氧的血是藍色的 所以這一些孩子 叫做藍寶寶 所以在藍寶寶 大概都活不到 在那個時候 在二十世紀初期 都活不到十歲的 很慘的 OK 那結果 1944年 一直到1944年 11月29號 美國John Hopkins的醫師 為一位藍寶寶 一個大概是兩歲多的女嬰 動了手術 成功地把右心事跟左心事之間的 那個缺口給堵上 這手術是成功的 OK 這是第一次 那動這樣子的手術 你最起碼 你還需要一個生化 你還要對一個生化物質非常了解 就是你要能夠讓血液不容易凝固 所以這還需要其他的技術 來支援這樣子的手術 能保證他的成功 那細節我就不多說了 那關於這一個故事 事實上拍成了一電影 那這2004的電影 那不過我記得我幾個月以前 在HBO有放 基本上是這一個故事 那這個電影拍的故事 是不是真實的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OK 那大家要是好奇的話 可以回去找這部電影來看 好像中文翻譯是什麼 天似良一什麼爛七八糟 我不知道 OK 細節我就不多說了 那幾個月以前我才在Case 做了一個演講 就是談外科醫學的誕生的 我把我其中的幾個重要的論點 跟大家重複一遍 來結束我這一場報告 那其實我認為 外科醫學的進步 不過就是三個體腔的故事 每一個人的身體都有三個體腔 有顱腔 頭骨裡面的空洞 然後有腹腔 這不用多說了 腸胃 然後有胸腔 那我用我這個介紹的順序 其實是有意思的 那我想談的就是說 人類打開的第一個體腔 那就是顱腔 史前世代人就會動顱腔的手術 就打開顱腔動手術 或我換個方式說 就是動手術打開顱腔 史前世代人已經開始這麼做了 然後人類打開的第二個體腔 是腹腔 人類最後打開的一個體腔 是胸腔 胸腔是一直到二十世紀才打開的 原因其實非常簡單 跟我剛剛所說的 這個 有直接的關係 那外科醫學的誕生 其實我寧願花比較多的時間 談二十世紀以前的成就 因為那是很不容易的 我們在二十世紀的外科醫學 有太多的這個 非醫學因素介入 才能夠使這個醫學行動成功 就是外科手術 那事實上是一個 這叫做medical intervention 就是是一個醫學的侵入式的活動 那這一個醫學的侵入式的活動 其實有許多的其他的學科 有許多真正的科學的支援 它才能夠成功 那一直到二十世紀 那二十世紀以前 人類那麼長的歷史裡面 動手術成功 靠的是基本上暴力 那我所使用的暴力的意思就是blunt force 你假如不滿意我的翻譯的話 你可以自己想一個什麼方式來翻 OK 鈍的力氣 鈍的力量 那在西方的人體解剖學 對於外科醫學沒什麼影響 基本上沒什麼影響 正是我剛剛所說的 你需要其他的因素配合 這個動刀這一件事情 才能變成有用的medical intervention 所以外科醫學在古代 在二十世紀以前 基本上就是處理外商的 剛才王老師已經講很清楚了 那人體解剖學發達以後 其實是提醒了外科醫師 你必須要更謹慎 你知道的越多 你膽子就越小 你對人體的複雜 你就非常的戒慎恐懼 你對人體的複雜 不戒慎恐懼的時候 你敢隨便弄刀 你對人體的複雜 了解了很多以後 你反而不敢隨便弄刀了 一刀下去 肌肉 肌腱 韌帶 神經 血管 都會觸及 那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那傳統外科醫學 事實上已經有很高的成就了 在二十世紀以前 開鱸截肢 你仔細想想看 為什麼這些手術可以成功 我們拿開鱸來說好了 第一個你要先記住的是 我們的腦殼是非常非常堅硬的 腦殼很堅硬很堅硬 這是第一 第二 腦殼上面所附著的肌肉 是非常非常薄的 肌肉很薄 血管就少 然後 頭骨很堅硬 因此你可以很容易的使用暴力來止血 很大的力量擠跟壓 就能夠直覺 你仔細想想看 開腹手術有沒有辦法這樣做 沒辦法 截肢也一樣 就身體表面的 等於是身體外面的東西 是非常非常局部的 它跟身體的連接是局部的 你很容易找到局部的失利點 截斷它跟整個身體的聯繫 所以截肢 你基本上把這邊 打起來 大概就能夠成功地做到直血 然後 然後 別忘了中國古代 就開始已經開始有宦官了 你想想看這個手術是怎麼成功的 利用的就是 伸直器跟身體的接觸 是局部的 是很容易限制的 由於它跟身體的接觸是局部的 幾乎集中於 大概拳頭那麼大的一個面積 所以你很容易控制 你假如看十九世紀末 這是民國前 洋人所蒐集的清宮裡邊的宦官的紀錄 我看過好幾個 就是等於是什麼 自己的回憶錄 宦官寫的 第一個就是用快刀 那那是廢話 那個手術用快 必須要用快刀 很利的刀子 那個大家都知道 然後我特別注意到 燒熱水 事先把這個刀消毒 然後很快的割掉以後 立刻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火紅的烙鐵 止血 因為那是局部的 再說一遍 由於那個是局部的 所以那是控制得了的 只有一個拳頭大小的面積 不到八掌 八掌還太大了 大概是一個拳頭的投影 用火紅的烙鐵 控制止血 這是能夠成功 最重要的一個原因 中國已經實行超過兩千年以上 都是利用暴力 我所謂的暴力 Blunt force 火紅的烙鐵是暴力 然後再舉一個西方的例子 那這個是一直到19世紀初 1811年 他是一個英國人 嫁給法國人 然後他發現他有乳癌 怎麼做 Man in black 就是在他的字數裡面出來的 這三個英文字 Man in black 就是 有六個醫生到他家裡來 在他的廚房裡 把他放在廚房的餐桌上 動這一個手術 乳房切除手術 乳癌 非常確定的是乳癌 沒有用任何的麻醉藥 使用的就是白蘭蒂 OK 這手術成功了 你看看他 手術之後還活了將近30年 他還留下了紀錄 這是我上醫學史 一定要學生讀的 他的那個關於 他寫了寫信給他的妹妹 這個手術的過程很精彩 暴力很簡單 乳房跟生殖器是一樣的 暴露在體外 跟身體的接觸是局部的 你只要控制他跟身體的接觸 你就能夠控制他的流血 控制的流血 大概就成功一半了 所以在20世紀的神奇的外科醫學手術 之前就已經動過這些手術了 中國歷代都有戰爭 戰場上出現的各式各樣的創傷 當然需要有人治療 當然有人會這一類的技術 所以導致現代外科醫學的三大突破 全身麻醉素 滅菌手術 抗菌藥物 一個比一個完 最容易解決的是 全身麻醉素1846年出現 然後滅菌手術 19世紀中期 英國人李斯特 那只是滅菌手術 那是手術之前的 不是手術之後的 你要是病人感染 仍然沒有藥 洋人沒有藥 你很難想像 西醫在20世紀以前 基本上是沒有藥的 了不起就是19世紀末出現的R4P0 那抗菌藥完全是20世紀的東西 那現在醫學最突破的關鍵 是在20世紀 所以基本上就出現了Magic Bullet 磨蛋 所謂的磨蛋 1909年治療 梅毒的606 然後1930年代 那已經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了 出現了黃岩藥 那就是我們俗稱的消炎藥 不是抗菌素 它是消炎藥 那這種藥已經很有用了 那許多當年的感染疾病 用黃岩藥就可以治了 我隨便舉個例子 辛紅熱 絕大多數人現在都沒有聽說過了 在20世紀初期 辛紅熱是 兒童跟嬰兒的十大死營之一 現在你沒有聽說過了 那黃岩藥其實就可以治療 辛紅熱 OK 然後當然 最神奇的就是潘尼西林 盟軍在諾曼尼登陸之前 已經有大量的這個 潘尼西林 基本上大概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 人類歷史上 因為傷感染而死的人 少於被直接炮火打死的人 你知道嗎 那在過去的戰爭 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戰 暂死的人 很多人 都是因為感染而死 就傷口 腐敗 最後變成郡血症 你沒辦法處理 郡血症一直到現在 人人是非常危險的 OK 那有了盘尼西林 一般的感染都沒有問題了 可是我要提醒大家 盘尼西林沒有辦法治肺結核 所以治療肺結核 還要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盘尼西林是由真菌提炼出來的 治療肺結核的是裂霉素 裂霉素是由放鮮菌提炼出來的 放鮮菌是一種細菌 現代外科醫學是需要這些東西的 所以我的報告就到這邊為止 剩下時間請大家來指教 黃老師 兩個字引起我的興趣 我想跟各位分享 因為是神經那兩個字 我想神經 英文Nerve 這個對同學可能是常識 但我在 我也沒有去查詞點 可是我在張茴小說裡面看到 我想神經這兩個字應該還是日本人翻譯的 因為那個張茴小說裡面 因為他看到Nerve 他灑住了 因為傳統醫學沒有這個東西 就是傳統醫學並沒有神經這個東西 這個他就換作聶膚 聶盤的聶 丈夫的膚 嚴霧要換聶膚 嚴霧還換聶膚 我是在張茴小說裡面看到 他就很老實說 我們傳統醫學找不到對應 那就換作聶膚 嚴霧還是這樣反 嚴霧還這樣反 其实要抹着这一块是有很大的困难 对 那我刚才也忘了说 就基本上 你中医里面我刚刚说 人次无补杂粮没有不生病的 中医的看法 管修化的 是所谓的皮 各位想想看皮障属什么 金木水火土 甘属木 皮属土 所以基本上一个人胃不好 中医就是治皮 有没有 刚才上一场 孟亮老师在讲的时候 他有提到 他说实在是越老越佩服科普勒 你又讲这么一句话 OK 我要OK 虽然你不是 物质科学这一行的 不过我感想跟你一样 我越老越佩服科普勒 OK 这一点感想是相同 不过 大家当然 知道 应该知道就是 科普勒是做理论的 我们如果以今天的职业分工来讲 他做理论 科普勒不负责用肉眼看 OK 大家也知道这个 科普勒是依据 泰科布拉亦 OK 布拉亦的 Tickle Tickle 的这个数据 来做数据分析 那地鼓他所做的事情就是 当然他可以利用 这个天文的这个观察 角度 辅助工具 然后去定这个不同的行星 就是定天体 就天体 尤其是行星 在天球上面的 这个位置 那大家知道 当初 地鼓大概是 头一个引入 所谓 这叫大科学 Big Science的人 因为他那时候盖天文台 丹麦国王 用他这个年度预算 说是多少 这个可能 一二十%以上 就国库用一二十% 来替这个地鼓盖天文台 那我们都开玩笑说 地鼓是人类 大概最后一位 最伟大的肉眼天文学家 因为在地鼓之后 就咖喱略了 就跳到咖喱略 然后咖喱略就 就已经有望远镜可以看了 不过 的确王梦亮 他提到说 他说他不太 我假设啦 王梦亮因为没讲完 我猜想他是搞不懂 就K-plus怎么搞出 那个三大行星运动地理 就是说地鼓 他的data什么 他的raw data 因为王梦亮不断讲 raw data是永垂不朽的 这一点好像我们科学课 没有特别强到这一点 其实科学课 应该要强到这一点 广义相对论是可以 将来是可以被替代的 牛顿力学 牛顿万有引力 被广义相对论替代 那广义相对论 可能有一天 也会被另外一个人替代 可是这个观测数据 是永垂不求 好 那地鼓的观测数据 就是角度 就是你在什么时间 你看到的 在某一个方位 OK 看到了什么样的行星 甚至还没有远近 因为你远近根本 你没有量的远近 你只是有角度 所以你有一大堆角度 什么时间 在什么角度 看到什么星体的这些data 可是光光从这个data 你怎么去搞出什么 椭圆轨道 然后还有王梦亮 我记得他刚才有讲 就是等面积少过 等时间少过等面积 这个等面积定律 真的是很神秘 那我们当然从国中开始 高中啦 从高中 就知道这些结果嘛 就Kepler这些行星地的结果 而且这是四百年前的事情 可是 但结果你讲穿了 没什么你就背下来 你就知道了嘛 这个就很容易知道 因为知道没有什么困难 你就知道吧 OK 可是到底Kepler是怎么讲的 我们课本都没有讲 即便王梦亮是受了台湾高等的理工教育 因为它是化学系别 虽然不是物理 不过物理系学员也不晓得了 OK 所以我并不是说化学系不晓得 物理系学员也不晓得 所以这个我们读科学史 就是说 课本虽然没有强调 因为你知道了 好像没有特别帮助 你在科学研究的路上 我现在不讲化学 对物理来讲 好像没有特别 对你这个 做二十一世纪科学研究有所帮助 所以课本就没有讲 但是我知道 爱因斯坦是知道的 当然你可以说 一百年前爱因斯坦那时候 可能读老一点的课本 所以老一点的课本可能有讲 No 未必 OK 一百年前我相信爱因斯坦 不是因为课本有讲 他才知道Kepler怎么去定 因为这个里头这有故事的 OK 道理并不太困难 这个假如大家感兴趣 我下一期找人来讲一下 Kepler怎么从那些raw material raw data得出 这个 三下行政中的地理 我邀请王梦亮老师也来听 OK 解他一个谜 OK 这我们像是说互相这个学习 那爱因斯坦是知道 这表示说高手 他其实不会只是说 因为你课本有讲没讲 他觉得他必须要知道这一点 就是因为那个伟大的东西 你到底这中间怎么对应 从raw data到三大行政中的定律 你知道答案是并不困难 可是你要知道问题 你要知道中间解谜过程 那个才有趣 那个才是趣味在那里 只可惜我们课本因为目的不一样 我们的课本不是保证你 它不是要entertain你的 我们课本不是要来娱乐你的 不是要来替你解谜 它不是要告诉你最刺激的 最有趣的科学知识 它只要告诉你 你将来以科学谋生所需要的知识 OK 这个不保证 不代表说你那个知识是有趣 但这个也是我们发起 这个科学史沙龙的原因 就是 就是说爱因斯坦是知道 我要讲的其实是这一点的 就是你除了科学 你知道这些知识呢 一方面就是 你就是好奇嘛 你人就是好奇要知道 可是你如果以公理一点来讲 你如果真的要变成高手的话 OK 安散知道 那我怎么知道安散知道 因为安散有替Kepler 他有写关于Kepler的书 他有替他写传记 然后在那个传记里头有一段 你就知道 安散知道Kepler是怎么定出 那个投言轨道 OK 我可以跟你讲 我一知道很晚很晚才 约略 略知一二 OK 那部分的原因当然是因为 我有一些朋友 像向武艺啊张海潮 他们也很奇怪 他们很着迷于这些事情 那这个 我在讲一遍 王孟良说他越老越佩服Kepler 我不知道 这个话好像你没有用在牛顿身上 OK 可是这个话 那个向武艺也讲过 因为向武艺也曾经在我们这个场合 讲过科普演讲 OK 哦 他是在原本所那个讲的 那向武艺曾经讲过 他觉得Kepler比牛顿伟大 OK 因为他解了 他的号称呢 就是千古之谜 因为古时候 这个 从Ptolemy 大家就想要知道 行星运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 那一直到Kepler 才算是解决 那当然我们从21世纪的角度来看 你要不要从21世纪 从牛顿的角度来看就知道 Kepler也没有真正 画下句点 因为这句点 我们行星绕太阳轨道 严格讲并不是椭圆 椭圆只是一个近视 所以这个 你只能说 Kepler是中间一座巨山 可是这个旅程还要往下走 可是光光它是一座巨山 这件事情来讲的话 向武艺就觉得说 这个真的是一件 非常伟大的一个工作 那他觉得牛顿只是基于 立基于这个Kepler的这个工作 的后续工作 意思是说你没有Kepler就没有牛顿 但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这没什么 这其实没什么好讲的 OK 可能我猜想 因为我们现在都大概知道 牛顿的工作 就是说 一般的理解是说 他从F.MA 然后解文方程式 然后得到椭圆轨道 那向武艺大概觉得说 这个很容易理解吧 这个从数学角度 这个Nothing mysterious 你大概很容易判断 很容易理解欣赏 就是牛顿干了什么事情 可是他大概觉得说 Kepler做的事情更神秘的 OK 就是从我刚才讲的 那个raw data 一直到椭圆轨道 这好像不是解放程式搞出来的 所以他大概是这样 但向武艺了解的 比我刚才说 这样简单讲的更多 我不应该讲向武艺认为是这样 因为可能有人会觉得说 牛顿比较好懂 Kepler比较这个难懂 其实牛顿做得也非常不trivial 他不是说我们今天20世纪 学力学 说牛顿干的事情就是 你写一下文方程式 你解完答案就这样 不只是这样而已 牛顿远比做事情 远比我这样子 我们现在20世纪的学生的理解 还要更有趣多了 OK 那这些事情都是各位 在大学的时候没有学过的 我们现在只在补课而已 我们现在只跳过科学史沙龙 来补一些大学 以前你的老师 你的伟大的教授 没有教你们的那些 有趣的事情 OK 好 Anyway 大家还有没有问题 我想到另外一个例子 其实刚才王梦亮老师 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了 凯普勒的确是因为 他的眼睛不好 他相信地骨的data 他相信地骨不可能有 地骨不可能有那么大的 他的data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误差 我想这是第一点 所以他 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 每一个人其实都有 很奇怪的弱点 甚至有一些弱点是很明显的 凯普勒的眼力不好 他跟地骨最大的一个差别 就在这里 地骨的眼睛很好 所以他是最后一个最伟大的 裸眼天文学家 那这个凯普勒的眼睛很差 那所以他就选择了 适合他做的事来做 他就来分析这个road data 这是第一 那第二个我想到另外一个例子 那是19世纪末 在我们生物学上 有一个伟大的人物叫Weissman 中文把它翻译成 魏斯曼 各位大家应该知道 19世纪 围观生物学 基本上是德国人的天象 连法国的巴斯德 他的围观生物学 都是乱七八糟 在德国人眼中 是看不上眼里的 就是巴斯德做的 微生物研究 在德国人眼里 是很不严谨的 是像是小孩子的游戏一样 因为巴斯德基本上是一个化学家 他不是一个生物学家 他不大习惯看显微镜的 那显微镜下的科学 基本上是德国人的学问 那魏斯曼是德国人 那他刚开始 他也在跟一般其他的生物学家一样 他做显微镜下的生物学研究 什么叫做显微镜下的生物学研究 比如说仔细地观察 有丝分裂 无丝分裂的过程 这就叫做显微镜下的研究 这个是在我们小学跟初中课本里面 仍然有大量的图 是有丝分裂 无丝分裂 在显微镜底下的样子 那魏斯曼没有办法做这个研究 因为他的眼力不好 他中年以后眼睛退化了 他当了教授之前 当教授之前 他的眼睛就已经退化了 他没办法继续做显微镜的研究 所以他改行做理论 反而有重大的成就 我们今天知道魏斯曼基本上就是 他做了捡老鼠尾巴的实验 推翻了拉马克机制 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 就是你要善用你自己的优点 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 你要知道自己的弱点在哪里 不要挑你 非要用自己的弱项 才能够解决的问题来做 我觉得开普洛跟魏斯曼 其实都反映了这一个道理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 就是说科学的sense 应该不止一种 当然作为一个化学家 我相信一定要佩服物理学家 因为有一些关键的理论 事实上是物理学家先提出来的 可是它是不是唯一的关键 不止如此 我先举一个例子 其实我不是音乐家 可是我开始学听古典音乐的时候 我先切进去的时候 事实上当然是主题音乐 也就是说主题吸引我 然后我很快地 其实那个时候才高中 我很快地就知道 音乐后面其实是有结构的 那部分我其实不是很了解 我知道它有结构 而且我也开始那个时候听说 我后来才领悟到 说其实作曲的人 他们很多曲调出来的时候 它事实上是有曲线 它的调性是用曲线来感觉 那个时候对我来讲 因为我从来没学过乐器 所以我那个时候不是很了解 听多了以后慢慢知道 原来其实你用一个picture的方式去思考一个曲纸 它其实里面有很多的线形 那个线形对很多经约家的直觉 那这领头就在结构外面有变化 我要讲这件事情 就是说让大家知道 在科学领头 有些东西它是有结构性的 可是有些东西是变化性的 我下次要去讲练音术 就应该会有机会提到 为什么牛顿在思考这个练音术的时候 他跟波奕尔几乎是有overlap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 还有练音术的思维在里头 虽然波奕尔已经有了 跟拉瓦杰蛮相似的元素论 和原子论的概念 通通都有 可是那个论就论不出来 原因就是因为它后面的复杂 那个复杂度使得 它在一个变化的过程之中 找不到后面的规律 这个可能跟道环兄常常有时在提 我们的大脑其实对pattern 有些时候是很执着的 你没有pattern的东西 它就是 至少对科学家的信念来讲 我们常常是无意错手足 pattern出来了以后 我们才开始介入 那当然 我们化学出现的时候 事实上 更抽象的力学早就已经 有突破了 对不对 刚刚讲的 从天文一直到力学都有突破 可是 化学完了200年 可是化学如果不出来的话 生物学和医学通通出不来 for sure 即使爱因斯坦出来了 也不会出来 所以我想 这边有很多老师 我是知道 很多都认识的 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情 人刚刚从一个角度来讲是 都有弱点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是 都有长处 不同的sense 绝对不同的sense 你即使是一个很好的 pop music的音乐家 你会发现他编曲的时候 他有没有本事编出 现在我们所谓古典音乐那种 大曲子的结构和 variation 就是说那个变调 他弄不出来 他就是一直走在 pop music的范畴里头 或者是他不愿意去把 曲子弄大 弄复杂 或者是他没有本事 他反正就是 要不然就自己限制自己 要不然就是没有本事 科学人都一样 所以老师们应该要相信 学生的sense 有可能不一样 你用一种考试去考它的话 我们其实也应该要结束了 大家要回去煮饭了 接小孩 我最后三分钟 我提一下 今天因为大家没问题 所以我们也就接力 接力这个补充一点 陈老师他刚才已经预告 他下一次 也已经讲好1月27号 请大家记下来1月27号 他会讲这个炼金术 那因为刚才那个 王老师 王孟亮 他有讲这个 占星术 有没有 他说占星术导致 这个物理 然后跟天文啊 这些的 之前啊 不要说导致了 就在那之前 然后 Alchemy 然后是Chemistry 这个占星术啊 我其实很不好意思 我真的所知极为有限 我说甚至刻意的不要去知道 占星术 因为大概在座 我相信八成知道你们是什么星座的 对吗 现在年轻人没有不知道它是什么星座的 几乎 对不对 几乎每个人都知道 我就算 我在猜想我大概是什么星座 可是我说我就刻意不去知道 这个 这种 这变态心理学 OK 我不知道该怎么 我在三个礼拜之前 在这个开车路上 就听到有一首歌 叫做水星逆行 我那时候一听 觉得一愣 这个 因为我在编九九课纲的时候 我要求把日星说地星说 放进课纲里 要求要讲 那时候引起一些误解 跟困惑 日星说或地星 地星说不就错的吗 你这有什么好讲的 因为你讲日星说地星说 就要变成讲行星逆行 而行星逆行 可能地球科学有提一点 我不知道有提多少 物理课里头大概是不太会提的 觉得说 首先可能认为那是天文的东西 不觉得它是物理的东西 或觉得是物理的东西 觉得说 这东西也没什么好讲的 就是 就是 就是不提 因为你比较重要的东西是 分解一个木块在斜面上面 正向力 斜向力 觉得那个才是 正宗物理 对不对 OK 有人在笑应该是说 知道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在高中 国中的物理 高中物理就是以那个为 正宗物理在教 那那个东西 的确是很重要 因为你熟那些东西 其实是为上更高深的物理学做准备 OK 所以因为我们科学教育 就是说 我们就问说 科学教育你要学什么样的科学 那你学科学的目的是什么 那当然 有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 例如说为上大学做准备 那你学那一些 那一些什么 万有引力啊什么的 这些都是 都是在那个目的底下 你要放进来的题材 可是你如果对一般人来讲的话 就是说 你这个东西 我不是说不要教啦 OK 我只是说 可是对一般人来讲 大家都知道 你学那些什么力的分解 大概你平常生活中 你从来不会有人说 你要去搞力的分解 那留给土木系的人 去做就可以了嘛 对不对 那些无趣困难的事情 让做那个事情 会赚钱的人去做就好了 我们做那事情不赚钱 你何必花脑筋去做那个事情 几乎是不会用到的 所以考完试也就忘记了 OK 而且他可能也很讨厌 觉得那很boring 物理学在搞那个东西 可是你如果讲说 是你观察星象 怎么行星站 走走走走走 又会回过头来 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 可这事情居然是什么 流行歌的歌名啊 我那时候就 因为我在讲说 随心逆行 我说我相信很多高老师 觉得不原来 就讲那个干什么 可是那个是流行歌的歌名 而且据说 不是只有一首歌叫水星逆行 因为那个是在 占星树的意义底下出现的 因为那些占星树的人 就是在哪一个时期 水星有逆行现象 这个影响 你知道 我不晓得 影响你的命运 或什么喜怒哀乐 我都不懂 我开玩笑说 是不是在那段时间 你恋爱会特别顺利 或不顺利之类 所以水星逆行固然 也许你就 你将来要当电机工程师的角度来讲 你不一定要知道 或知道你也不会去深究 可是对一般人来讲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娱乐 就是它在占星树 它会碰到的现象 然后我们课本完全不提 可是那个是真实的现象 那是data 那叫road data 无论你从灾星树的角度去解释 还是从天文学的角度去解释 所以你如果从 就我们这样讲 从科学史的角度 从 我刚才不讲吧 我们要追求是一个 自信上的一个娱乐 那水星逆行是应该真的 在课本上真的是要谈的 也许我刚才讲 这无助于你变成一个 什么电机工程师 可是你作为一个ordinary people 你会觉得 知道一点那种事情是蛮好的 起码有趣嘛 对不对 因为它会影响你命运之类的 OK 所以关于说是科学 必须要学什么 其实你有多重的这个角度 我们以前的想法太单元 OK 那大家也知道 孙愿之有一条歌 歌词里头出现kepler的 歌名kepler 对 OK 那好像水星逆行也是 曾经有过孙愿之一条歌 是这样 我没有特别去查 因为我只是听到 最新的这一首 不晓得是不是它 还是不是它 反正就是水星 可能是 他们觉得说科学的元素 也可以放到娱乐里头 就好像这个 这interstellar 对没有错 是的 蛋白质也变成是 DNA这个词好酷 对 养合糖核酸 是太酷了 对 我都还说 好啦 anyway我们五点到了 OK 那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 好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大家